发现到现在为止,经常还是看到许多网民认为核武器也好,航母也好,只要一点够用就行了,又不成罢多了浪费。 但我认为话是没错,但我要问你,你怎么知道多少是够用的,你的根据呢?兵者国之大事,这可不能应该可以或差不多,就不能应该或差不多这些词语,你要确定和保证,而要计算到底多少是够用的,那你就要计算对方的打击实力,与防御实力,以及战斗一致。 但这些数据从哪里,人家没有保密的吗?人家的武器性能和科技实力你都一清二楚吗?如果这些搞不清楚,那你怎么确定够用呢?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,不要以为美俄都是傻子,就你聪明,花这么多钱维持那么多核武器,自由人家的考量,料敌从宽,才更安全。 要知道有实力自保,不代表人家就一定会尊重你,人家照样就要捣乱和挑衅你,要知道谁都实力更强,谁就更有底气和士气。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,申请原创加分本贴发自手机铁血网,微观热点军事动态,上手机铁血网,MTXWAC,MAT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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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